2024年跳水世界杯柏林战女子十米台预赛成为了全红蝉一个人的表演 她舞跳都有高水平发挥 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顺利拿到423.20分的高分 以断层的方式遥遥领先获得预赛第一 第二名斯潘多里尼347.80分落后75.40分 第三名美国选手施内尔314.45分 这一战比赛陈玉希没有参赛 意味着没有人能给全红蝉构成威胁 世界女子十米台跳水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中国涌现出全红蝉和陈玉希两大天才少女 而世界各国在女子十米台跳水项目没有涌现出尖子 甚至有点青黄不接的意思 过去中国跳水队在女子十米台项目虽然也是霸主 但是在大赛上会冒出一两位能制造麻烦的外国选手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 世界各国没有优秀女子十米台选手对全红蝉和陈玉希构成威胁 这场比赛第一跳107B 全红蝉拿到76.50分 第二跳407C 他拿到86.40分 第三跳6243D 全红蝉再次拿到86.40分 第四跳207C 这是全红蝉容易出现失误的一跳 这次全红蝉完美完成 拿到全场最高的89.10分 水花消失数再次上演 第五跳5253B 全红蝉拿到84.80分 全红蝉这一战的表现要比蒙特利尔战更好 尽管全红蝉没有拿到一个10分 但是他每一跳裁判打分都在8分以上 而且只有一位裁判打了8分 其余都是8.5分 9分和9.5分 也就是说全红蝉这场比赛的发挥是相当稳定了 全红蝉的英国闺蝉 斯潘多里尼全场裁判给的最高分是8.0分 连8.5分都没有 也就是说全红蝉的最低分就是第二名的最高分 斯潘多里尼单跳得分没有超过80分的 而全红蝉有四跳得分超过80分 这就是全红蝉的厉害之处 完全吊打了其他选手 这次的比赛全红蝉的实力远超其他选手 决赛他应该可以轻松夺冠 或许全红蝉可以挑战一下 只需要四跳总分就超越第二名五跳总分 当然这需要全红蝉在决赛有更高规格的表现